新疆阿克苏山区发生规模7.1强症 很多人睡梦中裹着棉被逃生 气温零下5度 分别来自越南跟大陆的新住民姐妹 把慈祭当娘家 推广书时成就事业 历史今天带您看约旦获得INGO认证 来自叙利亚的她也受证成为慈祭人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收看网络直播的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天气真的很冷吧 寒流在今天发威了 希望您已经回到温暖的家 今天很多山区都降下了矮矮白雪 台东的嘉明湖 清晨7点钟就开始下雪 下了大半天 而在台北的阳明山 今天有学校放低温假停课了 果真阳明山也下雪了 积雪有5公分左右 明天还是类似的天气形态 一定一定要注意保暖 尤其家里有长辈或者孩子的话 早起一定要做好保暖预寒的工作 来看今天最冷的地方 北中南东各自有自己的低温 在北部地区最冷出现在苗栗4.6度 然后台中也只有5.5度 加以6.7度 在宜兰地区也只有7.6度左右 外岛的马祖当然是更冷了 只有1.5度 像这么冷的天气 大家都想避免出门 尽量在家里就好 所以外送外卖小哥的生意 就变得特别好 想想看他们是骑着摩托车 到处送东西 所以要给他们多一点的关怀 现在劳动部也针对这种 户外的低温工作者 其实是有提供保障的 比方说雇主应该要提供热茶 或者热饮让他们暖暖身体 休息时间也要延长 这都是对于户外的低温工作者 希望能够多一层的保护 寒流发威 外送有事依旧在街头逆风 不过气温越是溜滑梯 与之相反的订单量则节节升高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谁会放过 不过这位老兄为了抢单 不为寒流霸气 短裤家拖鞋一双 急着上阵 因为多年外送经验 让他早就对寒流免疫 一点都不怕人还穿暖裤 没有啦 怕下雨 对啦 怕下雨 对你们外送来说冷 倒还好是吗 冷还好 因为有在活动 但别钓鱼清新 为低温引发的 劳工心血管直接灾害 死亡案件还是实有所闻 包含营造工程 大楼外床清洗 广告吊挂 限度检修 外送及农浴液 这些都是高危险群 尤其是对一些中高龄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 一些劳工朋友们 更要注意这种 剧烈的一些气候变化 证书提醒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法 部组最好拟定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计划 心血管病时劳工 最好减少室外的作业时间 外工作者做好保暖工作 另外要适度调整 工作内容及休息时间 工作场所及休息室中 最好能提供热食 并且针对劳工定期 实施教育训练 如果业者没有做好相关管理 导致职业灾害 那么恐怕就要吃上罚单 其实治安法对于 不论是高温低温 如果没有做好必要的管理 我们可以处 三到四万的发欢 规定是白纸黑字 可放在限时 长期在外跑的外送员 很难试用 健康往往只能靠自主管理 防温的那个棉库 都是防风的防风材质 就是骑车因为撞风 比较有办法耐寒 健康要自己顾 不过业者也要担起责任 寒流经济可不能成为 治安漏洞 戴新闻网前李明华 台北报道 而赶在寒流来袭前夕高雄 这一对兄弟他们的家 早就没办法遮风避雨了 因为年久失修 很多地方漏风漏雨 慈济志工就赶在寒流来袭之前 帮他们把家修缮好了 还送上两兄弟需要的家制 关怀长达15年 慈济二度帮忙整修科家 那个是头咖族 所以整个都是破破旧旧 还有洞这样子 那我们来游漆的时候 发现那个洞很深 游起来也不好看 所以我们就又来补土 经过整修的期间 其实里面灰尘很脏 那师兄师姐是花了 一个上午的时间 其实这个都是举手之劳 可是就可以让他们 可以有一个光亮 可以一个方便的空间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欢喜悟心错就面临寒流来验收 来来来来 用一个烧烧啦 因为这两天 那个正好寒流很强 我今天就特别说 就带一个热腾腾的 让他们软一软这样 摸摸棉被厚度 再度确认屋内状况 此季秦迁两代 整修后的温馨小屋 挡风挡雨 就算外头冷 心很暖过 大爱新闻 李嘉欣 王昭中 杨慧宜 刘国凤 高雄报道 好 接下来咱要看 这一群人裹着棉被 低温寒风中 就忙着逃生了 因为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 在今天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 发生了规模7.1的 极浅层地震 它的震源深度只有22公里 而且不只是新疆的乌史地区 连它周边的邻近国家 都可以感受到剧烈的摇晃 比方说距离震央 大概300公里左右的 吉尔吉斯 还有哈萨克 大城市都感受到 地牛翻身的威力 至于新疆的乌鲁木齐 距离震央有700多公里 它同样也感受到摇晃了 这一次发生地震的震央 是乌石 然后它的海拔有3840公尺这么高 属于一个高原地带 平常这里住的人就比较稀少 所以这一起地震 并没有传出重大的伤亡 而新疆的地理位置很特别 它就被包夹在天山山脉 跟昆仑山山脉之间 这里本来就地质脆弱 相当的不稳定 过去在1902年的时候 发生了阿图石地震 当时的震度是达到了10级 另外在2020也发生了 克什地震 当时有比较重大的伤亡 那么今天这一起地震发生之后 从中央已经加派了地方的搜救人员 前往进行各种的救援任务 根据了解 目前镇央灾区大概有100间左右的房屋倒塌 零星的受伤灾情传出 灾区也运来了帐篷跟必要的卫生设备 一层楼的平房被震道凹陷倒塌 屋顶墙壁全变成瓦砾堆 救援人员将受困的儿童救出 还有受灾民众疑似头部受伤 表情惊恐 黑暗中巴士紧急将受灾居民安置到体育馆过夜 中国大陆新疆阿克苏地区23号凌晨2点09分 发生规模7.1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 镇央位在中国大陆与吉尔吉斯边境山区 乌石县亚满苏乡 深度只有22公里 由于强震发生在偏远地带 平均海拔高达3000公尺 人烟稀少 但威力强到连远在76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 及其他临近城镇都感受到震度 有民众拍到柜子上的物品 被剧烈摇晃掉落一地 宿舍里的大学生原本还在聊天 收到警报后赶紧逃命 专家表示这次地震所在地天山山脉 平均7年就会发生一次规模7以上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统计余震多达50次以上 由于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民众在睡梦中惊醒 根本来不及穿上衣服 就先逃到户外 但户外气温只有零下10度左右 地震过后新疆启动应急二级响应 紧急将棉被预寒衣物 暖炉等物资送到灾区 因为接下来可能出现零下20度地温 大新闻综合编译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则是来自于美国的北加州 每个星期天固定的街友发放 已经长达有八年时间 在接近摄氏10度的低温早晨 职工们是起大早带动全家 帮忙分装打包 这些还冒着热气的早餐 要提供给无家可归的街友 师兄很冷哦 很冷 我们所谓的homber这么多 特别是很冷的清晨 他们更需要一些食物这样子 它们更需要一些食物这样子 它们更冷 它们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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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里因为我没有食物 你喜欢酸酸酸酸 我喜欢它每天天出现 有些鱼 鱼 一些烤鱼 然后我吃点果 好吗 对 我喜欢它 它们很棒 我已经来到2016年 我需要睡觉 然后背包 因为我常常在冒险 或者在外面睡觉 它们很棒 谢谢 看到他们每个礼拜来 这样高高兴兴的 可以拿到一些热食 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帮助他们很多 它们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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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最好 你不能求求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这是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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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爱新闻刘汉青 美国报导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 中文广告之后回到新闻现场 要关心云南山崩的搜救工作 并不乐观 稍后回来 因为卖相不佳 标签过期等理由 从货架上被淘汰的 或是买太多来不及吃掉而丢弃的 都算是盛食 也就是说盛食是可以吃 却被浪费掉的食物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调查 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高达13亿吨 足以为保目前全球8亿4200万挨饿人口的两倍以上 在台湾 每年便利商店 量饭店和超级市场 浪费掉的剩食金额超过38亿元 换算成营养午餐的餐费 可以让34万名弱势家庭的孩子吃上一整年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台湾行之有年的厨余回收制度 甚至还细分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 盛食在台湾 仿佛有了第二春的好归宿 让我们在丢弃食物时 少了一些罪恶感 我们刚开始就是隔夜的面包 我们就丢了下去 谢谢 给人家用的话 你会感觉说就是 物尽其用 没有那么浪费 毕竟还是可以吃 饼包 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说 看到我成立了 才变成一个超级市场的食物浪 我们确实丢掉许多食物 外观不够完美的食物 卖不掉的过期食物 消费者吃不完的食物 在我们眼中 失去价值而丢弃的食物 对某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却是赖以为生的美味真修 这些摊商 他们不管卖鱼卖肉卖菜卖水果等等 那在他们这个食材 就是说不要说一直卖到它不能卖了 然后丢掉 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在那个食材还堪用的情况下 能够捐出来 给我们乌丰在地的社区包围协会 来把它喷煮 之后 然后给公餐给当地的老人加持 买买买买的 叫他说老乡 让我们这样 那些人都很有爱心 他就都老乡 真正的东西我也有先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 利用而是把它浪费掉了 那就是真的是浪费 尤其台湾这一块的爱心浪费 跟食物浪费这一块 是非常严重 习食社区化 向外募集剩下的食材 做成了饭菜 供弱式的独居老人温饱 利用盛食温冷了人心 也找回了食物最原始的价值 食物是许多人辛苦生产出来的 更遑论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许多人正在缺粮 无法温饱 了解食物的来源与珍贵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这几天都很冷 大家格外能够体会低温的感受 实在是身体上比较不舒服 而在低温当中还要承受灾难 那就更加的辛苦 这节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要关心的是云南的昭通 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山崩意外 今天已经进入是灾后的第二天了 但是被活埋的这个村庄 完全没有传出好消息 因为罹难人数不断的在攀升当中 今天官方公布的最新罹难人数 已经来到了20个人 另外还有24人失联 也就是他们被埋在石头 或者是空心砖的这个瓦力堆里 灾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现在有超过500人 因为住在比较危险的区域 所以他们已经被紧急疏散了 在这样的零下4度的低温当中 要搜救不容易 我们要带您进一步了解这个镇雄县 也就是这一次山崩的灾区 它其实土壤非常的贫瘠 所以多年来不适合做农业的发展 于是它就变成了大陆很知名的煤矿开采区 它也进入了大陆的100大煤矿开采区之一 蕴藏量相当丰富 工作机会并不多 所以青少年多半离家外出打工 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 也就是说这一次发生山崩之后 被埋在村子底下的 也多半是长辈或者是孩子居多 现在整个搜救任务展开到第二天 依旧是没有传出好消息 因为灾区的温度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埋在瓦砾堆下的人 等于是要跟老天爷赛跑 在低温当中能够存活 是不简单的事情 那途中红色虚线的位置 就是滑坡的土石方掩盖区域 红色方框的位置就是被掩埋的民房 经过专家的初步研判 此次灾害数坡顶斗崖区发生崩塌 崩塌体恒宽大约有100米 高度大概有60米 平均厚度有6米 崩塌体方量大概有5万立方米 担心随时会再度崩塌 当地500多位居民已经紧急撤离 现场上千搜救人员的安全 也必须持续监控 当地持续降雪 加上老房子大部分是石头建造 村民被压得很深 降雪之后 夜间温度下探设是零下4度 搜救人员轮班休息 都必须烤火取暖 埋在地下的人更容易失温 不知是否能撑到救援到来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而在日本的正在进度方面 来自于东京跟大阪的慈济志工 是一批又一批的前往能登的血水丁 为受灾的民众做公餐的服务 那这一次呢特别要介绍两位志工 因为他们横跨了两个世代 首先有25岁的印尼人 他是在日本读书 现在是日本分会的职工 他在灾区负责的是香肌料理 另外还有一位81岁的职工呢 他的专长是茶道 他知道日本人爱喝乌龙茶 所以带着好茶到当地 为受灾相亲奉茶 也让大家非常的欢喜 特派记者团在现场采访到 他们的观察是日本的民族性 在每一次的受灾之后展现的淋漓尽致 比方说他们非常自律 而且都有互助的情谊 在当地就有很多的受灾相亲 用自己的方式要来提供一份力量 比方说开餐厅的他就提供热食 开美容院的他就免费帮大家洗头 而什么都不能做的 也会负责在避难所担任清洁工作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为这一场灾难 尽一份力量 门前简陋挂着一块防水布 地面崎岖不平 建物侧边断圆残壁 堆叠被震坏的物品 没仔细看不知道 这是一间意大利餐馆 灾情不轻但受损房屋炉火依旧运作 振振香气不应地震消失 早上九点拜访老板 他已经备了不少料正在煮汤 这些都是要提供给受灾民众的热食 时间长了 物质或很多东西都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 地震起来没有什么都没有 在那里有温暖的东西 我们也准备了 水或电池 在饮食店工作的伙伴 都集中食材 二十位餐厅伙伴携手 每天供应五晚餐 一餐最多发放到八十份 互助的温暖氛围 在避难所里也成为日常 一块白板写着各种清洁工作 好几个表格填了人名 都是当地受灾民众自愿承担 避难所使用 这两天的避难所 还多了一项洗头服务 在这个帐篷里面走进来 就会看到有一排可以洗头的地方 走进来之后 工作人员会递给你毛巾 还有雨衣 它是让你要防水 不要被水见湿 如果不方便 工作人员也可以帮你洗头 洗完之后 在这边就有备有吹风机 穿完头发就可以干爽的 回到避难所 现场还有心理资商 意见体操带动等等 每个团体都为了民众 往前来出一份力 灾难当前把握每分每秒 行善助人 日本民族精神 在这时刻更加令人动容 大爱新闻 林怡婷于国为廖晚宇 日本报导 好 说起填饱大家的肚子 有14位来自非洲的青年志工 这几天在经社学习 他们今天的工作重点 就是分工合作 喂饱大家 迎来入冬最强寒流 非洲志工不为天寒地冻 仔细清洗餐车 来自马拉威的真恩认真学习 要把心灵故乡的宝藏 带回当地幼儿园 我作为教授 我会尝试教授 教授教授教授 所以我的孩子可以练习 师父好 师父好 感恩师父 师父好 好 曾在南非住典多年 职工装美杏 母鸡带小鸡 凡是一身作则 温暖呵护非洲志工 其实来只有两个字就是要学习 你不必用语言 你动作给她 她马上就会跟了 算过去 算过去 艾美丽是马拉威的部落酋长 总是发号施令的她 来到此季欢喜付出 听从指规也是感知如疑 父母 如果我们肯定在肚子 我们肯定在肚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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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随俗 跟着师父做香肌 用筷子吃面 端饭菜 一切都是新鲜体验 马拉威 尚比亚 首批本土志工 会把慈寂人文 带回非洲 成为善的起点 大海新闻 黄瑞娟 中江坡 华联报道 好 蔬食啊 要做的和大家胃口 也是要多用心的 两位新住民 一位来自越南 一位来自大陆 曾经他们在台湾 都觉得没有娘家可以回 后来意外的发现 原来慈寂大家庭 就可以是他们的娘家 两人携手合作 推展蔬食 还开展了一番自己的小事业 炒饭炒米粉 端速一道道佳肴 许多人一吃成主顾 素食自助餐 共开了五家店 这是阮凤娟 对上人的承诺 那时候我就跟商人说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一直帮商人推广素食 有一天有机会的 我会经济持继的 这个大家庭 阮凤娟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 带孩子参加慈兰 对台湾的归属感越来越深 我很羡慕人家有娘家可以回 就是家人会带孩子 回娘家吃饭 或是什么 我没有 我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很深的感觉 我感觉我带孩子回娘家 在慈兰 认识从对岸来的 新住民欧秀禅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她要自己出来开店 那我看到她一个人 带两个小孩出来开店 我觉得她很尖酸 下班以后去店帮忙她 欧秀禅后来辞掉会计 与阮凤娟成为工作伙伴 两个人考取素食的以及征兆 生意越来越好 2023年9月摩洛哥大地震 原本要给双和禁司堂 入境葬菩萨的1200个饭团 临时送到机场投入震灾 她们立刻和相机志工填补这个缺口 马上打电话跟她联络 我们需要1200多个便当 她毫无犹豫的 马上就答应说好我来做 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全部做好了 事业稳定后实现对上人的承诺 两个人参加见习培训 2024年受证志工 别上凶花是承担的开始 她们会继续推速 同时接引更多新住民加入慈祭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吴松山 林英权 刘嘉玉 谢月华 台北报导 一位来自巴勒斯坦 一位来自叙利亚 他们本都是难民身份 却都在约旦认识了慈祭 而成为慈祭志工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听约旦慈祭人的故事 明月卤车 dodos 通阿苏不是吃花席而已 开口动时无不适法 吃也是一样 若能吃出道理 改变生态 就是功德 知迪周幻博 新电波幻博 不能 bat 你也給我一碗的 啊 新外國學五個月 食指做環保 喝著美餐餐 開心 我很喜歡 蒙了 要這樣 謝謝 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 都称之为营养不良 偏食 挑食 或摄取过多的脂肪与糖类 都会使体内缺乏适当的营养素 对健康产生威胁 会剩食通常都是挑食所造成 我们在配打的量 就都先打小朋友 就是大概他的一个需求量 点餐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 你这样子点会不会太多了 对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可以选 譬如说他只要三分之二面 他只要一半的面量等等 就是他刚开始就可以选择 他要减量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一年回收的厨余量 约65万公吨 而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厨余 一年更可能高达200万吨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好厨余回收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 更可以借由厨余再利用 让剩食再回到餐桌 处理家庄余就是这么简单 一键按下 经过24小时再打开盖子 就变成这咖啡色的肥料 在家里面就开始做 处理的一个处理 自己产生出来的肥份 自己还有种菜 这样的话菜还可以回到餐桌上面 餐桌上面之后 变成处理之后又回到肥料 这样子一直一直的一个循环 根据台大公布的统计数字 台湾每年损耗的食材量 约368万吨 平均每日每年浪费158公斤的食材 高居亚洲第一 每样农产品都是农民的辛苦结晶 要爱护农业 滋养大地 首先不要浪费食物 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天气方面 明天依旧很冷 而新北的乌来山区 睽违八年 今天再度降雪了 时间交给我们的气象主播 丽必秀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必秀 天气严寒 今天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许多都覆盖了白雪 像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平山 阳明山 和欢山 那么这个地方是玉山 气象署所提供 今天上午玉山的雪景 而新北市的乌来区信贤这个地方 海拔虽然只有800公尺 但是今天凌晨3点多 也飘下了白雪了 那么上次乌来有这么明显的雪景 是在2016年的年初 当时候大家都记得叫做霸王级的寒流 相隔8年了 当地民众上午也是相当兴奋地拍下了这个景象 那么今天呢 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马祖呢降到了1.5度 苗栗三弯清晨4.6度 桃园 金门和新竹也出现了5度左右 所以气象署呢还是持续提醒要防范低温 橙色灯号的区块呢就是非常的寒冷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还是有可能来到6度以下 而从趋势图来看 寒流影响会到星期四的清晨 到时候呢各地虽然是逐渐回温 但是日夜温差很大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 而明天白天呢 北部以及中部东部是有点差异的 北台湾还是10度左右 花冬14度 中南部会回暖一些来到18度 而今天晚上开始呢水气减少 渐渐的就比较不会觉得湿冷 明天北部东部还有短暂雨 到了礼拜四开始 一直到星期六 各地就转为多云稻晴 只有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 会有零星的降雨 生活follow me 小丁尼要来告诉您 长时间寒冷 除了身体保暖之外 也要留意环境可能受到寒害 而山区呢积雪结冰 如果行车或行走这些地方 小心路面湿滑 各地沿海空旷陆地有强风 临近海域会有大浪 预期星期四会回温 但是周末之前 每天清晨还是很冷 要注意温差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关注一则重要的慈记历史故事 今天我们要看2019年约旦慈记分会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 颁发INGO执照 成为当地政府承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所谓INGO的定义是约旦政府认可了 它就是台湾慈记在约旦的分事务所 所以所有的公共事务 尤其是跨国的人道援助 慈记都可以参与其中 那么慈记目前已经在全球10个国家 领到了INGO的执照 在美洲包含了美国跟多明尼加 亚洲则有很多国家已经受到承认 约旦的这张执照是慈记在中东的第一张INGO执照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一个承担的开始 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 2019年1月23号 慈记成中东首INGO 慈记在约旦跨越种族和宗教繁离 深耕当地20多年 慈记约旦分会获政府核准 成为当地境内INGO 是中东地区第一个 正式立案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在今年的延月23号 总算让我们成为INGO 无论是当地贫困的贝毒英人 还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即便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慈记不间断投入 慈善关怀 医疗资源技术和教育协助 约旦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它位在中东地区 虽然是个小国 但是长期的有庞大的能量 在做难民照顾的工作 慈记也参与其中 慈善工作包含了定期的难民关怀发放 医疗工作很特别 慈记会聘请难民医师 来服务自己的同胞 至于教育则是提供助学金 让难民的孩童在异乡不至于辍学 失去了未来的希望 两个难民故事很特别 一个叫做儒斯 他来自叙利亚 一位叫做哈达 他是巴勒斯坦的难民第二代 他们都因为难民的身份来到约旦 也曾经落魄潦倒 现在他们都成为慈记之工了 这两个人也成为慈记在约旦的生理军 不管是慈善发放或者是长期的医疗关怀 新牙助学金的发放等等 都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身影 当他们穿上志工这一身衣服的时候 生命价值已经截然不同了 其中如斯更特别的是 他有十年以上的时间 不曾回到自己的祖国叙利亚 可是去年的二月份 叙利亚跟土耳其的边界发生了强震 约旦慈记参与了赈灾工作 准备了大量的毛毯跟郁寒的物资 当军卡车通过边境 要全境叙利亚的时候 如斯忍不住落下的眼泪 因为他知道 自己终于可以为家乡的同胞做些什么 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位 巴勒斯坦难民第二代哈达 他在约旦读到了大学毕业 现在是一位老师了 他们两位在慈祭志工陈秋华的陪同之下 去年都专程返台受政 跟上人见面倾诉感恩之心 他们想要感恩的是 慈祭至始至终 没有放弃难民关怀 上人则告诉他们 这是慈悲等观 希望他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把别人的苦难 把别人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 别人的孤单 老 残 病 穷 这样的心灵境界呢 都能把他当成是自己的苦难 所以把所有的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希望的境界 但愿给了他 他能与我的快乐 同等快乐 以他的苦 我跟他投入在他的心境里 与他同苦 这种的同理性啊 叫做慈悲等观啊 这种大爱 那样的爱啊 不只是爱在自己 不只是爱在 这个所爱的自己人 他的爱已经开阔到了 普天之下 这叫做大爱入人群啊 是为众生 这样的菩萨呢 的确叫做慈悲等观啊 约旦有很多地方都是黄沙滚滚 烈日着身的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要推动慈祭 尤其是来自台湾的佛教团体 其实是并不容易的 因为约旦大部分的人都是伊斯兰的穆斯林 可是呢 慈悸在当地也走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靠着一颗一颗的种子 也许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可以为约旦做的就有更多了 2019年 约旦慈悸分会获得了INGO认证之后 不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将来可以参与的 人道援助将会更多 这就是历史今天为您回顾2019的约旦 另外我们要带您看到 确实是不论什么样的身份 或者能力的高低 都有机会为这个人间做一点事情 画面中的这位陈胜才 他本身是电脑程式设计师 20年前呢 他因为脑血管破裂 差一点丢了性命 鬼门关前抢救回来 他却留下了右手或者是右脚偏瘫的状况 导致他没办法正常工作了 只好提早退休 退休以后 他就在家经常收看大爱台 看到了慈悸的环保理念 非常认同 于是他自己找到了环保债 从此成为他的生命中心 左手拿起宝特瓶交给右手 需要用力扭开瓶盖的部分 再交给左手来负责 这跟陈胜才年轻时的用手习惯 完全相反 都用左手 对对对 写字什么都用左手 比较细微的动作都用左手 今年60岁的陈胜才 32岁刚结婚时 因为脑洞静脉机型流破裂 虽然开刀救回一命 却还是造成右侧手脚变摊 类似中风一样 爱到右手边 原本从事电脑程式设计 六年前提早退休 陈胜才看大爱台 了解了慈悸环保理念 一年多前 他主动来到无期环保站 希望来当志工 环保肢体障碍默默付出 陈胜才发愿 希望能一直为环保尽心力 大爱新闻张贵端 杨俊廷台中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菩提 我是陈主棋 祝福您平安 顺心 我们明天再见